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儿童故事书开始 倒背班上电视迎评 当年风靡了大街小匠的动画片 黑猫警长却只在电视机上播了5集 便突然销声秘迹 观众们再也没等来第6集 导演戴铁郎先生回忆起当时的状况 那天他被叫去人事处 被递给了一张退休证 说他年龄到了 该退了 那一瞬间他也愣住了 醒过神来后自己一句话没说 拿了退休证 转身就走 2010年黑猫警长电影版被搬上了荧幕 许多巴士后带着孩子去电影院重温经典 创下了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 即使昔日的黑猫爷爷垂垂老矣 可他创造的形象却依然围风饼饼地 活在年轻人的心中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条微博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最庞大积木屋 人居属67号在网上是引起了热议 你看到的不是小孩子玩的积木 真的是居民住宅楼 这组楼房好像摆积木一样 一个压一个 看不出支撑点在哪里 但是却永久的耸立在河道的边上 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积木屋由萨夫迪在1967年打造 该建筑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给了每个住宅单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重新定义了公寓楼 50年过去了 在全世界城市越来越拥挤的今天 萨夫迪表示 人们现在更需要这种与自然相容的住宅 好了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条微博 美国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开通月球邮政业务 可以把你的毕业证 结婚 生日 或者有关爱人的纪念品打成邮包 发到月亮上保存起来 这种快递的费用当然也不便宜 根据邮包大小收费460美元至2.6万美元 这个公司已经开始在线接受邮包预定 准备在两年内发出第一批快递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 可是不禁坏于让人疑虑 包裹记没记到 或者是被保存的好坏 又该如何知道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